7月月初的时候,日本爆发了六级地震,还有特大暴雨。 对于地震来说,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六级地震对日本并没有什么大的损伤,然而这次的强降雨可把日本给折腾坏了。 日本爆与日本由于地处亚乌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接触,导致国内的地质灾害频发,地震更是隔三差五的就会侵袭这个岛国,由地震引发的一系列自然灾害,更是时刻威胁日本的安全。 日本地震日本列岛的东部有一条海沟,这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 玛里亚那海沟,前段时间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由于受亚大板块的运动,导致日本列岛正以每年十厘米的速度,向玛里亚那海沟靠近,海沟的地势就像是一个漏斗一样。 如果日本列岛接触这个海沟,那么日本列岛会瞬间沉没,有人会说玛里亚那海沟能有多深,还能吞没了日本岛。 据资料显示,玛里亚那海沟可以轻松的吞没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小小的日本岛都不够玛里亚那海沟塞牙发。 玛里亚那海沟但是据最先资料显示,由于日本国内频发的地震,导致日本岛向玛里亚那海沟漂流的速度大大提高了。 据资料显示,玛里亚那海沟一直以来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这些声音其实就是把快移动,碰撞,摩擦产生的声音,而近来,这种声音越来越高,发声的频率也越来越快。 这就更加说明了日本列岛由于本国的地质灾害将很快被荡,海吞没。 近年来,日本列岛移动的这个话题像一根刺一样,神神的扎在日本当局的心里。 不过日本人之前担忧的是日本列岛会被地震引发的自然灾害弄得距离破碎, 最后被海平面吞没,近年来担心的问题,不过是换了一个过程而已,结果还是一样,日本火山爆发近期。 俄罗斯的卫星拍摄的一组画面,画面显示日本的很多火山都在冒白烟,这些都是火山爆发的前兆。 上门也说过,日本列岛现在已经受不起这些灾害的侵袭了,现在即将苏醒的火山,也要出来抽一下热闹吗?